小蜜蜂戰鬥對覆蓋力移除視覺化 好 大家好 我現在一樣很緊張 反正開了一個坑 然後目前只有我一個人在裡面 那這是小蜜蜂戰鬥隊覆蓋力移除視覺化的工具 那先跟大家簡介一下小蜜蜂戰鬥隊是什麼 他們就是一個類似中角2.0的概念 就是他們自發線的組成了很多團體 然後就是在每個鄉鎮 他們都有一個他們叫做蜂巢 那他們會自己再印一些自製的文宣 或者說網路上已經製作好的文宣 讓大家更了解現在的議題 或者就是現在主要是主打符號這樣子 然後所以呢 他們就是像我剛剛講的通常 那他們就會說在每個地區 他們目前像你們可以看到說台北市 他就覆蓋率是百分一百 然後再往下可能新北市就沒有這麼高 諸如此類之類 那現在有個問題就是他們在回報說 我在哪個鄉鎮或地區發過傳單 或者是講過就是在路上跟路人討論過 他們目前的回報是還蠻不能夠原始 可是不是沒有沒有這麼的直覺 就他們就直接用入口表單 讓那個各地的小蜜蜢們 置工在我們上面說 噢我現在目前在哪個街區 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或是往哪些新疆塞過傳單 因為也是要避免說你塞太多 然後再加討論這個狀況 那這就是他們回報表單之後 可以看到的結果 他們目前就是很直接的 就是把這些一筆一筆的整理在過表面上面 他們也會定期的就是做各地區的整理 那我個人是認為就是這個是不太直覺 因為當時我也有自己就是 一口熱就加入他們的小蜜蜂的各地的蜂巢 在我的地區的蜂巢這樣子 那可是我要看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還能夠知道說 哪些地方還沒有被發過傳單 或是還沒有被覆蓋 那他們目前是有些蜂巢 已經有利用Google Floor Map 做這種畫地區 畫地區說 哪些地方已經發過 或者哪些地方已經覆蓋過 那可能問題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精度不是很新 他沒有辦法弄到 就他們目前還沒有弄到街區 或者是例如說 一棟大樓的拿起戶數有發到 然後而且他們 你也不太能夠就是 去別說不同的文宣的發放狀況 那所以目前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一個是幫他們把 就是目前的Google表單 視覺化 就是他填了Google表單之後 就可以直接幫他轉成這樣 這樣他們就用在另外畫 因為他們目前是兩個盤機型 他們是有類似像板工或是版主 幫忙做整理把這個圖在畫圖管 那我是希望說每個小兵工 他們自己在登入Google表單的時候 他可以說 啊我摸條街 我已經做過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就直接用後段線工具 去幫他們把這個 那條街就直接畫成 說啊這邊有實在到 巴巴巴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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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地方還沒有做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因為目前這個餐廳只有五個月 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跳餐廳 尤其是對視覺化的經驗的朋友 好 謝謝大家